娱乐中心综合报导廖柯易宣布与秦琳千再婚 翻设自秦琳千脸书知名主持人廖柯易突宣布 TVBS主播秦琳千再婚 消息一出 多名女子接连跳出 指控廖柯易劈腿 廖柯易昨九日再次发长文灭火 两婚内外遇 且因为把柄握在别人手上 因而过被控制的人生 对于廖柯易的说法 眼科医师皇家相当不以为然直呼 抽血验一下高顾同数值 果太高 我就相信你不能控制 廖柯易爆婚内出 二度发长文灭火 却又引发争议 图翻设自廖柯 脸书陆续出现前女友阿小姐 B女 C女 S女 电视台主管 科医二度发长文 愿意为个人问题再次道歉 也一肩扛起承担 并虚心接受所有的批评与指教 也请别波及我的父母 妻子还有其他家人 谢谢 柯易坦诚 自己婚内外遇 当时道歉坦诚后 为此出代价 却是噩梦的开始 这几年过着被控制着 人生 生活与工作都被钳制着 廖柯易甚至攻击租屋的婚外女友 认为她也应该付出代价 而不破坏家庭后全身而退 此说法引诱再挑起争议 女律师之称的李怡珍也看不下去 在脸书上指 外遇的对象就变成前置情类等最大恶极的存疗 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劝大家不要知三当 廖柯易指出过着被控制的人生的说法 爷眼科 诗黄又嘉相当不以为然 通篇的说法就是廖柯 认为自己没有错 而是不得不 黄又嘉说 抽血验 下高顾同数值 如果太高 我就相信你不能控制 文环Tagme要外科侯正帮医师 黄又嘉建议料可以抽血验 以下高顾同数值 图翻设字黄又嘉脸书